他拥有高大魁梅的身躯,替躺潇洒的资龙,狂野不羁的风质,他强行摆脱的击较能力天下无双,他拥有卓越的圣门爆发力,他开创了机关枪扫射的庆祝动作,他拥有激情刺射,他的英雄豪迈,对忠诚的理解, 永不妥协的态度,并识人称道,他便是足球场上唯一的战神,巴蒂斯图塔,紫白和佛罗伦萨历史上最伟大的球星,巴蒂斯图塔,这位来自潘帕斯高原的雄鹰,先后效力过纽威尔老男孩,河床和伯塔青年等队,1991年每周倍上的游异表现使他登陆一家,加盟佛罗伦萨俱乐部,从此开始了和紫白和相生, 相爱的传奇岁月,加盟斯败和首个赛季,便出场27次打进13个剑球,特别是1992年2月26日,主场R比林击败游文图斯的比赛中打进一球,球迷们开始高喊BATIDOL真正赢得了球迷和俱乐部的认可,巴蒂斯大力尘的剑球和机关枪扫射的庆祝动作, 点燃着球迷们的荷尔蒙,也成为了佛罗伦萨的标志,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一个足球巨星的诞生,然而意外却发生了,1992到1993赛季,阿迪加盟佛罗伦萨的经济第二个赛季, 圣诞节前还排名一甲自习的佛罗伦萨,在后半城却如过刹车般跌入低谷,球队降级了,这是多么大的玩笑,1994年世界杯尽在咫尺,如果征价以及联赛,巴蒂很可能错过世界杯,而世界杯是每个族,球运动员的梦想,这是巴蒂说了这样一句话,我会留下来,我要帮助佛罗伦萨重生,什么是忠诚, 这就是忠诚,整个佛罗伦萨为之感动,为之动容,1993到1994赛季,传奇教练拉聂力挂帅征战以及联赛,巴蒂用一粒密集琴四射的锦球帮助球队前进,同时也在证明着自己,整个赛季巴蒂共打进16个锦球,这几乎是整只球队锦球的一半,帮助佛罗伦萨以及联赛冠军的身份重回一甲, 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,1994到1995赛季,回归一甲赛场的八第一季风发,从主场的塔利亚里的比赛开始, BATIDOL连续11轮每13次在一脚赛场上演,而每个几乎轰碎球门的重炮破门,每次充满激情的脚琴杆和扫机枪进驻动作,总是能瞬间点燃球迷的热情,最终才以联赛26力入球涌夺一脚进靴,他成了一脚赛场上的战神,接下来的赛季里, BATID释放着自己的激情和力量,几乎每个赛季都打接20个锦球,1996到1997赛季,在秋克诺坎府球场,对战巴塞罗纳在欧洲優胜者被班决赛中,BATID标志性的出色,令全世界感受到BATIDOL的力量之美,1998年到1999年赛季, BATID在客场对AC米兰的比赛中上演帽子西法,从而成为世界上唯一位在盛西罗球场对AC米兰和国际米兰都上演帽子西法的球员,1999-200,零赛季,在客场1比1,占平游位的比赛中,BATID打入半平一球,从而打破了俱乐部,导致近半个世纪的进球记录,成为佛罗伦萨俱乐部历史最佳射手, 然而,所有运动员对冠军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,战争更是如此,在为紫百合效力的九个赛季里,出场269场比赛,打进168例入球,这始终无法带来临赛冠军,期间他拒绝了多家豪门俱乐部的邀请,只为能帮紫百合戴上王冠,但是在一次次失望后,年龄建高的BATID选择了转回罗马俱乐部, 2001年6月17日,阿蒂攻入锁定升局的一球,帮助罗马3比1站上帕尔玛,从而以两分优势并稳定一甲冠军,阿蒂也夺得他第一座,也是唯一一座一甲冠军,阿蒂跟随国家队,参加了三届世界杯和三届美洲杯, 帮助阿根廷队在1991年和1993年,两度读得美洲杯,但在世界杯赛场最好的成绩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打进巴乔,这对战神来说是终生的遗憾, 阿蒂斯图塔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意大利,奉献给了紫百合,虽在生涯默契为了荣誉加盟罗马,但谁也不能否认,他对紫百合的忠诚,谁也不能否认他身上流淌着紫色的血液, 阿蒂斯图塔用自己的力量,他的激情,他的豪迈,他的忠诚注就了不朽的战神传说。